警方在青衣拘捕兩男一女涉嫌販毒 檢獲市值超過3000萬元的懷疑何卡因 批懷疑何卡因大約重18公斤 行動中檢獲60萬元的現金和手提電話等 警方根據情報 星期三在青衣青紅路停車場 發現兩男一女 在一輛可移車輛的車尾箱進行毒品交易 當場拘捕三人 他們的年齡介乎29至45歲 報稱無業和清潔工 兩個男人將會被控犯毒罪 明天提堂 警方懷疑犯在偏遠的停車場 利用廢節車輛掩飾 做毒品臨時儲存倉庫 呼籲若果發現有車 長時間停泊在停車場內 同不時有可以人事靠近 應該和警方聯絡